今天之前我从来就不觉得有一天我会跟这个位置的任何的人和事会发生关系 但今天点开这个热搜一看 里面全是我自己的那个特别像通缉令一样的照片 那给大家带来了很多欢乐 自己的照片占满微博热搜榜 博主本人笑了一跳 原来是先有一名大陆网友在网络上抱怨自己眼睛太小 在开当地自由品牌小鹏汽车时 被系统判定正在睡觉疲劳驾驶 总而被扣除了指甲分 该车主吐槽 这个问题你们再不有话有话 那眼睛小弟都不配 用智能导航辅助驾驶呗 而这位微博博主常言CY 因为眼睛真的够小 加上也要了解实际使用状况 就被小鹏汽车工作人员找上授权照片提供素材 刚好他也遇过类似状况 他像我自己用过的比如小鹏P7 就像这次的主角P7 就会提醒我说我这个在走神 我们自己买了蓝图Free 不仅认为我在走神 甚至还会把我们的空调调到最低 系统自动调整超低温 要把驾驶冷醒 博主表示后来其他厂商也都有联络 他要进行系统改良 小鹏汽车官方则表示 已经收到优化需求 感谢车主反馈 另外汽车达人也解释系统运作原理 他大概就是针对几个项目 包括比如说你的扎眼次数 或者是你的眼睛的位置 或者是你的转头位置 如果说你没有 可能你车子震动 或者是你开车角度一下 没有瞧好或椅子调整的 角度没瞧好 可能他侦测不到 他侦测不到就会产生所谓的误判 达人说这也是车主可能担心的点 而现在更已经出现 用侦测像是心跳等等的生理反应 来判断驾驶有五星神不济 科技日新月异下 这回系统失误也造成有趣插曲 TVBS 吴隆昌寻 该被报导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